有些旋律绕梁古今流传到半个世纪 又为家人风华游载 传承着最纯粹的曲调 六十年代 一部电影刘三姐 风靡全国来自世界 刘三姐就成了大家心中的偶像 我也因此成了观众的好朋友 一段时间 刘三姐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 有些人甚至避而远之 五十五年过去 我的一生荣辱兴衰 悲欢离合 都和刘三姐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时候的刘三姐 大家可能都记不清楚了 但是被当听到那动人的旋律 大家和我的心情一样 非常的激动 因为那是一代人的记忆 我就是刘三姐的扮演者 黄婉秋 我就是刘三姐的扮演者 的本人的旋律 快点水泪 不怕开心 快要躲 快要躲 谢谢黄文秋老师 谢谢您 您好 主持人好 谢谢黄文秋老师 您看刚才您唱的时候 我们的四位导师 我们的青年团 还有全场的观众 都一起站起来给您鼓掌 是啊 我非常的激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个经典的银幕形象 让一个普通的桂林姑娘 朝夕见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众情人 十一年的风浪辗转之后 黄文秋终于返回梦寐已久的舞台 传承着刘三姐不老的传说 六零年 我还没这桌子高 那时候黄文秋老师 这个刘三姐 是我后来 一直不断重复看的一个电影 所以没有人忘记您 还好 您比我想象的年轻了许多 我 我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 那个时候我才十七岁呢 黄老师您给大家一会儿讲讲 您当年怎么跟这个刘三姐结缘的 为什么让您来演这个角色呀 说来也是话长 当时雷正邦作曲家 乔老爷 乔宇先生来作词 朱李导演 他们三巨头 到了我们广西之后吧 一方面采景 一方面找演员 因为当时吧 选演员的时候 我是演周妹的啊 不是刘三姐 不是刘三姐 当时选去的那个刘三姐 要比我们年龄长一点 完了以后吧 就通过他们领导选 就不太满意 完了田汉说 这个小周妹就可以 我觉得就可以 就她这一定 那么就改变了我的 这个人生的道路 您知道这个电影 我怎么看的 不知道 我是先看的六零年的 电影杂志 大众电影 先看的照片 您看是不是这个 哎呀 这是我们特别 从博物馆里找到的 我不知道您说的 是不是这一本 大众电影 就是她 就是她 很美 很美 我第一次看到陈道明老师 露出那种小孩子的脸 我也是你的粉丝了 不敢不敢不敢 我也希望你的精神 和你的人再活五百年 谢谢 您这一辈的演员 我都是多礼有加 向你们致敬 谢谢 谢谢 向你致敬 向你致敬 所以道明老师那时候 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先看到的杂志 是 那当时看封面的时候 是不是您也觉得 这个姑娘真的长得很漂亮 很抱歉 我还没有启蒙这么早 还没有启蒙这么早 但道明老师呢 他这个出生的书香家庭 所以开窍比较晚 小时光读书了 我成绩特别不好 成绩特别不好 敬看刘三姐了 晚秋大姐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 好 没问题 我也是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 我对您最早的了解 是您和广西的艺术家 带着刘三姐的歌剧 在中国各处巡演 当你们到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时候 我在那个时候看了刘三姐 也就是说 我们的爱情的种子 是 萌萌的种子 我和我的小伙伴 是草原上你的粉丝 我们还有了一个情敌 情敌是谁 你说情敌 我们那时候就出情敌了 你的情人是刘三姐 那你的情敌是 就是阿牛哥 就是阿牛哥 阿牛哥 我真是说 我们很不喜欢他 我们认为他要出现的时候 我们在草原上 要把他摔倒了 把他摔倒了 把他摔倒了 这点不好意思 你看 我还想替王继炎老师问您一句 您的生命里也有阿牛哥吧 有啊 有 这阿牛哥今天来了吧 来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我这个阿牛哥呢 说的不好 因为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患难之交吧 他比我小五岁 你们可别笑我啊 他当时的话真的是没得选择 真的是没得选择 真的是没得选择 哦 这多帅的阿牛哥呀 这多帅的阿牛哥呀 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 黄老师不担心 你看起来比他年轻很多 哦 不会啊 那么阿牛哥怎么称呼啊 我叫何有才 哦 何有才 有才吗 黄老师您那边写的真有才 来 在那个年代 我们在一个团 桂林式歌舞团 他等于是我们的老师嘛 我们是学生 那个时候 那些年里面 谁都不理他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蛮好的 为什么有人理他呢 我就很主动地接触他 然后我们在一个班组学习的时候 我就主动写两个字给他 我说你要坚强一点 比喻啊 又不敢写多 比如他要要 看什么书 我又悄悄地送给他 就这样的 哦 就这样阿牛哥和刘三姐 就结下了缘分啊 而且 两个人现在女儿也非常棒 外孙女也很好 今天这一家四口人全来了 咱们把女儿和外孙女 也都一块请上来 让大家看看吧 小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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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吧 那我女儿是学美术的 那我女儿是学美术的 但是后来吧 为了传承刘三姐的文化 她就不去那边上班了 就跟着我一直在这个演出刘三姐 那我的外孙女呢 今年十三岁 她呢是五岁就上台演出了 也是个小的老演员了吧 既然都伴上了是吧 咱们让这一家四口 给咱们唱一段怎么样 必须的 来掌声有请 嗨 什么水面大跟道嘞 什么水面起道楼嘞 什么水面沉阳散泪 什么水面公海投嘞 什么水面沉阳散泪 什么水面公海投嘞 嗨 家子水面大跟道嘞 嗨 楼楼楼 大着水面起高楼嘞 嗨楼楼 河夜水面沉阳散泪 鸳水面公海投嘞 嗨 河夜水面沉阳散泪 鸳水面公海投嘞 对着 这个是对着 对着 这个是对着 他这个里面有反弦幽默的部分 Grenérique having you 10.5倍 与动作曲 温iation 4.4倍 B dat ing 5.5倍 你 太好了 刘三姐后继有人呢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四位导师 先用亮灯的方式来表明你们的态度 我想这个选择是不用解释的 红色 王岐岩老师您的选择是 我要跟我的青年团要说一两句 五十年前我有一情敌 还记着这事 是阿牛 我突然发现今天的现场还有一个情敌 在明明组合 陈老师 努力吧 通过 已经获得了两位导师支持 接下来明明组合要开始投票了 偷了 最后陈道明导师 现在才知道纠结两个字怎么写 我能弃权吗 能弃权吗 按照我们的规则 您必须做出选择 黄老师是演刘三姐的 而且一直在坚持着刘三姐的这个传说 陈老师 你不要 不要为难 也不要纠结 也不要细学 今天呢 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传承者的这个舞台来展现 我能做到那上面也行 不做也行 我就能够向大家再一次的展现 刘三姐这个传承的节目嘛 这个中国的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溃宝 我也就满足了 陈老师我给您一个建议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我们先请青年团发言选择结束之后 您再选 我们先开始青年说 想帮黄老师拉拉票 首先我其实特别羡慕咱们黄老师那个范儿 你看人年纪那么大 往那一站 那范儿是那个范儿 端着那个架势 那就在那儿 就是我往那一站 反正怎么看都像 就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一回也一定坚挺挺音道地 其实我不得不说 今天坐在台上 以及坐在两边的朋友们 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 刘三姐不是我们的记忆 我觉得我们作为80后90后 我们成天在 诉说着林青霞的种种 诉说着崔小旭的种种 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来拥抱这样的一位女神 我觉得很愧疚 我想补偿她 这是我听完您所有故事之后 可能就这四句话 五十余仔 风幽幽 花鸣柳暗 几湖愁 浴火涅槃 话蝶舞 一生三姐 晚星秋 谢谢 接下来要进入到了青年团投票的阶段 王猴组合身后的青年团开始投票 投票结束 五位几乎是毫不犹豫啊 恭喜黄老师 在王猴组合您获得了满票 好 接下来我们的冥冥组合身后的青年 五位 面前一盏灯已经亮起 你们的背后只有四盏以上灯亮起 黄老师才有可能加入你们的战队 所以五位开始投票 四票 那接下来 陈道明导师这一票了 虽然您这一票 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但是这一票 表明了态度 从一种纠结 又变成另外一种纠结 一开始纠结 选不选 现在纠结 就是我选了黄老师来不来 因为我把黄老师给得罪 韩宝宝啊 没有一点事 没有一点问题 开过刘三姐吧 开过 我很喜欢看刘三姐 我相信黄老师的胸怀 好 现在黄老师 您已经拥有了反选的权利 两个战队都在争夺您 现在您想加入哪个战队 那就 那就选这边吧 选了王侯战队 我们请黄老师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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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他们就选他们嘛 我们请黄老师走上一席之地 人是会老的 但是艺术是不会老的 我们三代刘三姐 在这里演出 那么也向大家展示一下 刘三姐后继有人 刘三姐的电影的传承 这个精神 它是不会变的